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号称地表上最强的SUV URUS终于到台湾 而且正式的发表了 其实在几个月前 他们有举办过所谓的VIP的预赏会 但是在今天才正式的 跟大家做一个发表会的说明 对 终于从他这个 一开始推出Concept概念车之后 历经了六年的时间 终于正式上市 然后今天在台北发表了 对 那其实在全球引起一阵的讨论是 它在外形上面真的保有很多 Lamborghini该有的一些DNA的元素 对 你刚刚说这个六角形的一些设计 因为六角形我们知道 是它一个造型设计上面的一个 根基 一个基础 那所以你看我注意到的 像它这个四个轮拱的部分 它也一样就是那种所谓 风潮式六角形 六角形的一个设计 对 因为它这样子也可以让 它的轮拱看起来比较巨大 比较魁梧一点 重点是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动力 以及它把这个像小牛大牛 乌尔肯跟Aventador的一些动力 或者是底盘上面的科技 全部都放在了乌尔斯上面 然后它用的是这个4.0升 V8 Twin Turbo的引擎 马力高达650匹 它0到100只要3.6秒 3.6秒 吓死人了 0到200也只要12.8秒 但是当然它有这个 主动式的气压悬吊 它可以调整高低 然后它的阻尼的软硬度 也可以自己调整 另外它有四轮驱动 有四轮转向 所以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车主呢 真的是非常喜欢Urus 我们现在拿到内装的部分去看看 好 没问题 Urus在内装的承设上面 其实有三大元素 一个就是战斗机的座舱设计 比方说我们看到 第一个最清楚的就是 它这个掀盖式的 像飞机一样的一个 引擎的起闭按钮 像这个驾驶模式的调整 还有六个模式可以调整 还有我们有街道 运动 Courser 然后还包含三种越野的模式 看我们这个Urus实面 它仪表板就是用一个非常大的彩色 已经的显示 然后中控台当然也是 这我们看有没有触控 有 有触控 中控台也是触控的大萤幕 冷气 空调在上面 也是用一个触控式的彩色萤幕 来做处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其实像这样所谓的 Super SUV SSUV的这样设定啊 你可能会觉得说 它后座看起来好像会挺小的 因为它整个的车顶好斜喔 我必须说我一开始以为 这台车因为它的操控很强 越野性能也很强 所以它的后座空间 或是其他技能的表现是很差的 大错特错 超屌 我不信 我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一下 右眼看到的果然 跟实际是不太一样 后面空间很大耶 超大 因为它的轴距 长达3003mm 破3000了 这几乎是以前的这种 长轴旗舰的轴距表现了 难怪我的膝部表现其实真的很好 是啊 是啊 这后面我相信你翘脚是没有问题的 对 不过它的头部空间其实也不差 但是以正常SUV来说 它是稍微差了一点 因为它有外形上面的设计好了 因为它是一个SUV的设定 然后它的这个车顶的线条 也刻意的往后面这样拉斜 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 对 当然也降低重心了 但是呢 我们既然坐在里面都这么的舒服 可是后行顶箱空间会不会很小 也不会 你们看就知道 它也不会 非常大 WROS的车尾好厚喔 它的窗户比例是1分之1 然后下半身的比例是2分之2 对 因为其实就是它的肩线呢 是比较特别拉高一点点 然后让这个车窗的面积比较小 才会有超跑车的动感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行顶箱的部分喔 它有搭配的是电动感应式的尾门 其实它也有竹梯式的配备啦 对啊 哇 这样整个看起来还蛮大的耶 是蛮大的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板子拉起来 好 把这个帐板拉起来 其实在这后行顶箱空间的部分 有616公升 那如果你把第二排倾倒的话 有1596公升 其实倾倒之后的公升数 我觉得还好 是没有太大 但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车顶空间 被压缩了一点点 对 就不会像一般的这个大型SUV 来得这么宽 其实如果到时候有试程车的话 我们直接开出去 直接实测给大家看 对对对 那Michael 我问你喔 为什么它在台湾可以卖得这么好 是不是跟它的售价有关系啊 跟售价肯定有关系啦 因为它的售价在上市这个期间是 999.89万 999.89万 跟大家原本预期的超过千万 我们一开始媒体这个地方 预测应该这再怎么样也要破千万 但没想到在这个又能够越野 又能够跑赛道 然后空间又大 机内性又强的这台车子 居然Wilus只要999.89起跳 而且听说在亚洲区 我们这个价格相当的具有竞争 是 而且听说它的配备 不是听说啦 它的标准配备的项目 就已经相当的完整了 好 你 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